三角龙的头部 额角并没有这样长 这个角的中心实际上是骨头 骨头的长度大概在一米左右 但是生前的时候 这个骨头的外面是有一层角质窍的 这个角质窍的大小 要比这个骨头要长出40%左右 因此我们要画得更长一些 然后它的鼻角很小 然后此外连着鼻角下方 就是它这个非常有识别性的角龙类的一个特征 就是有鹦鹉状的嘴 科学家们猜测这个嘴巴 可以用来挖掘树根等这些 比较不容易挖到的食物 然后它的牙齿很小 在嘴的内部 这个平时基本是看不到的 闭上嘴的时候 这个牙齿也是看不到的 此外就是三角龙的嘴巴的大小 这个嘴巴 如果大家看一些老的复原 你会看到这个嘴 往往被复原成一个有面颊的样子 但是最新的研究认为 这个三角龙的嘴 由于它的咬肌是倾斜的 它的咬肌是从下方斜插进头骨里 一直连到它的盾上的两个孔里 所以它的嘴巴张开的大小应该是很大的 然后它的嘴巴的咬肌可以看到是斜斜的向后方 所以这个三角龙张嘴的时候 它是一种类似开口笑的这种感觉 然后就是它的头盾 它的头盾很大很方 然后上边头盾的边缘 有一些小小的尖角结构 知道这些特征之后 我们就可以动笔画这个三角龙的头部了 你的眼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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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